內地9月連推政策刺激經濟和資本市場 A股、港股、成交屢創出新高 隨著大市轉催波動 最開心的未必是股民 而可能是香港政府? 近年港府不斷錄得財赤 引發公眾關注 到今年8月 港府財政年度首4個月 財赤就已經達到1839億 港股成交不斷刷新紀錄 近幾個星期連續突破好幾個里程碑 首市突破4,000億、5,000億和6,000億 印花稅可以收回多少? 港府2023年底重新下調股票印花稅後 現時向馬賣雙方各自收取0.1%的稅率 即是1,000元的交易收回1元 不過港府收回多少印花稅 不能夠簡單將成交額乘以0.1%再乘以2來計算 因為港府現時豁免ETF、波倫、偶控證 已知是市場莊家的交易印花稅 變相只要向普通股或房託基金的交易收取印花稅 以今年頭8個月 港股每日成交有72%至79%是來自普通股來計算 實際只有7成多的成交額可以被徵稅 以上星期二 港股成交首次突破6,200億來計算 粗略估計港府一個交易日就可以收回9.3億稅收 誇張點來說港股一年交易230日 每天都有這麼誇張的成交 港府一年就可以收回2139億的稅收 由人行9月提出組合權政策以來 港股日均成交超過3,000億 相當於每天可以收回4.5億的稅收 不過大行預期港股成交不會長期在這個高位 匯豐研究上星期報告就估計 港股2024至26年的日均成交是1,200億至1,700億 用1,600億來計 港府一日可以收回2.4億的印花稅 一年就有550億的印花稅 而港府最新年度預算 樓市和股市合起來的印花稅 一年預算收入是710億 在四個月,去到10,000億的購買 我都可以收回到10,000億的購買 你們的信花購買